很多人没注意到肺炎一直是国人时大死因之一 而且肠胃居第四或第五名 这病听起来只不过是肺发炎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别以为只是小感冒 肺炎也会致命 一初期症状像感冒 容易忽略感冒是上呼吸道 鼻腔咽喉等受到病毒感染 而肺炎则是下呼吸道 气管 肢气管 肺脏等被细菌或病毒入侵 引起肺炎发炎 但肺炎初期症状和感冒类似 如咳嗽 发烧 没精神 呼吸喘等等 一开始不容易注意到 特别是老人 有时症状不明显 可能做失治疗先机 二 大小通吃 肺炎像一盘石井面 病人从小到老都有 五岁以下幼儿 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因免疫力较低 特别容易感染肺炎 老年人常常本来就有其他慢性病 再加上急性感染肺炎 病情往往一发不可收拾 死于肺炎的人当中有九成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 肺炎常常陪伴老年人走过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路 三 病情可能快速恶化 有时肺炎病情发展之快 令人措手不及 短短一天 甚至几小时内 病菌就可能大量 快速繁殖 跑到血液里变成菌血症 接着变成败血症 败血性休克 多重器官衰竭 十分危险 四 难以确定治病的病原菌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但肺炎治疗棘手的事 连敌人是谁可能都不知道 引起肺炎的细菌 病毒很多 以常规的检查如盘液培养 血液培养或血清血检查等 正确诊断率 能找到确定的病原菌 顶多四成 大部分可能找不到原因 或需要侵入性的检查如支气管境帮忙 找不到确切的治病原 就比较难及时对菌 嫁药 影响治疗成效 五 抗药性问题大 医药进步 死于肺炎的人却不减反增 可能有一部分跟病菌 已产生抗药性有关 常听亲友说家中长辈得了肺炎 用到最后一线抗生素病情也不见起色 最后过世 这恐怕就跟抗药性有关 肺炎是人类与细菌 病毒的战争 八十多年前 第一代抗生素青霉素 韩尼西林 问世时 人类一度以为它是细菌的神奇克星 这场战争人类将大获全胜 谁知细菌的生存本领超乎想象 很快演化出对抗药物的能力 人们滥用抗生素也是细菌产生抗药性的祸首 过去长期滥用抗生素 特别是后线抗生素 等于给细菌机会 键炼 键炼 突变 变得更有本事对抗药物 后来人们即使使用上王牌药物 也很难杀死抗药性细菌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爆氏不动感菌 都可能引起肺炎 两者都已产生巨抗药性的菌株 称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菌 抗药性爆氏不动感菌 如果感染到这类菌株 治疗就会相当困难 世界卫生组织WHO 去年5月首度发布全球抗药性报告 根据114个国家的资料 分析导致血液感染 腹泻肺炎 尿道感染和临病的7种细菌 结果发现原本可以有效治疗 这些病的抗生素 效果愈来愈不理想 例如碳青梅西类 Carbopanins 抗生素 本来治疗克雷白氏肺炎 Clebsiella pneumonia 和败血症效果不错 但如今出现抗药性的比率高达5成 部分其他病菌甚至演化到 现有抗生素都无效 WHO警告 各国如果再不控管抗生素使用 并开发新抗生素 全球将迈向后抗生素年代 过去很容易治疗的普通男人或小伤口 都可能致命 这种危机比艾滋病更严重 因为可能危及所有人 所以这种状态是个人的状态 是一个人的状态 太过生命了